这些都是我真金白银回购无数次的护肤品 我对于贵妇护肤品的要求就两点 第一,使用感要愉悦 第二,切实能够感受到它的主打功效 只有满足这两点,我才会觉得 嗯,它都有味道理 那首先呢,是这两个洁面产品 这个是卸妆油,这个是洗面奶 先来说说卸妆油吧 它的这个味道真的好舒服 就是一种很柔和的花香 然后它的质地呢,是像水一样的油 一点油乎乎的感觉都没有 然后它的乳化也很快 一碰到水就乳化变白了 像口红啊,眼妆啊,就是比较难卸的部分 它也能够很轻松的就卸干净 这个洁面,嗯,对于我来说它就是很省事 就是用手就能搓出那种非常绵密的泡沫 它基本上也是没有什么味道 就是非常非常淡的花香 但是它上脸的触感是那种很丝滑的感觉 然后在脸上揉搓的时候 它的泡沫还会变得更细腻 然后洗完了之后,即便不涂护肤品 你脸也不会有任何轻松的感觉 有一种就是边洗脸边在养肤的感觉 好,接下来是这个精华水 这个我用了好多好多年 当年我只用了第一次就爱上了它 因为效果太明显了 它的吸收很快 就不像一些精华水很黏腻 而且用完我就能够感觉到皮肤有的收紧 所以我觉得25岁以上需要抗老的姐妹们 其实是很适合它的 然后呢,是这两个精华 这个是保湿舒缓的 在皮肤不稳定的时候 我常常称它为我的救命神器 因为我们在季度拍戏是不能突然暴斗 或者是大过敏的不然就不接谢了嘛 所以我都是几瓶几瓶的买 它就是能够帮我快速的平复我肌肤的一些小状况 这个我真的已经用了好几年 小说也用了四五十瓶吧 真的理督开 那这一瓶呢,它是一个美白精华 因为很多美白精华为了达到效果 就会牺牲掉部分的使用感 用起来就会很刺激 那我用的这款 它怎么说 就是那种润物系无声的美白精华 刚开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 哎,脸变亮了 皮肤光色感变好了 然后只有长时间用下来 然后你在跟之前的照片一对比 你就会发现 哦,原来整个肤色都有改变 然后接下来是一个眼妆 它是我用过为数不多 不单纯靠有润的肤感来保湿的眼妆 它的这个质地是介于 褶梨和乳液之间的 然后用的时候手指的温度 就可以将它乳换 用完之后我觉得 眼下是一种很水润的肤感 而且它的味道也是那种淡淡的 非常有疗愈的那种感觉 重点是它的这个滋润感 可以维持很长时间 就算是第二天洗完脸再上妆 眼下也很不容易卡纹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大家不用担心 即便是你白天用了之后去化妆 它也不会跟粉底起泥 最后一个面霜 真的是火了很多年了 我也安利物很多次给大家 就这一瓶就可以做到保湿 舒缓还有抗老 我就很喜欢这种一瓶多效 可以让我偷懒的产品 然后我用的这一款 是需要在手心里面乳化开再使用的 我自己的感觉就是用完之后 皮肤的状况是润而不油 就是一种很饱满的状态 你用完了之后睡一夜起来 皮肤的状态就跟前一晚 刚护肤完一样的软嫩 以上这些产品 都是我回购很多年的护肤品 下次再跟大家分享我身体和头发护理的好东西 那就下次见啦 拜拜